我们一二大赌旧,九大赌旧 一四八八,关键胜利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点 中朝方面与美国在朝鲜板门殿签署停战协议 抗美援朝经过五次大的战役较量 在毛泽东边打边谈,一打促谈的方针下 经过两年艰苦谈判,终于达成停战协议 在板门殿签字仪式这天 中国谈判代表们昂着头走进签字会场 而美方代表显得垂头丧气 因为中美双方都清楚 在抗美援朝这场较量中,中国打赢了 对于美方发起的贸易战 中国早就表明态度 不愿打,但也不怕打,必要时不得不打 面对美国的软硬两手 中国也早已给出答案 谈大门敞开,打,奉陪到底 经历了五千多年风风雨雨的中华民族 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 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 不过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道坎 没什么大不了 系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